大家好,我是Eric 上集最後講到我HKCC畢業 很順利上岸了 入了HKUBSW 今集很激烈的 我嘗試用一集的時間 去講完我在大學的生活 OK,首先講一下我當時的心態 簡單來說,我的心態就是兩個字 學東西 你可能會說,讀大學不是讀書學東西 那是做什麼? 我這裡所指的學東西 是真的想學一些自己想學的東西 而不是大部分人那種 想畢業啊 選一些容易拿高分的科來讀那種學東西 因為我覺得呢 為了拿高分而選某一些科去讀 而自己又不是真的很想讀的人 他們不是真的在學東西 他們純粹是為了上畢業 有一個好的成績 Anyways 那我想學東西這個心態其實是怎樣的呢 那其實是源自於我讀high deep那時候 就是有一天實習的時候想到的 那我當時沒有offer 那我心就在想 如果這一刻有一個offer 這一刻我是一個大學生 那我會怎樣呢 那我當時就想到這個心態了 就是 Don't freaking care about the grade Just You know Learn what I want 因為其實我已經受救了 那種追分上岸的那種煎熬和痛苦 就是為分數而讀書 和為學東西 而讀書是完全兩回事 那我當時呢 也都寫了一張紙去提醒自己 如果將來真的入到U的話呢 我一定要用這個心態去度過大學那四年 那所以呢 也都衍生了一個 我敢說是全香港大學生都不會去做的事呢 就是從來都不看自己的GPA 那其實我到現在啦 就是我接下來七月中 二四年七月中就要畢業了 那so far我到現在呢 我都還沒看過自己的GPA OK 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畢業會在first on second on 還是在third on 那你可能會很奇怪 喂 Eric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啊 你學東西歸學東西 為什麼不看grade 那其實呢 這個是有一點點跟我自己的性格有關 因為我在讀high deep那時候呢 我發現了自己的內在呢 其實是一個很強烈的完美主義 in which我在前幾條片都有說過 而這個完美主義呢 我認為自己都還沒跟致得到 那所以如果我看到自己在con you的grade的時候呢 那其實我也挺肯定的 自己會好像讀high deep那樣啦 就是3.0就追3.3 3.3就追3.5 3.5就追3.7 而這件事呢 是完全違背了我入要讀書的初衷 那所以我實際不看 那你說不看有什麼好處呢 那其實這四年呢 就是我想回了 其實我都算是真正享受讀書的過程 例如我選的科呢 全部都是我想讀的科啦 譬如我有科是關於時間的太空啦 那有幾科是關於電影啦 講故事啦 還有一些不同的社工的手法啦 我都有讀到 那譬如啦 你說太空啊電影這些科呢 如果我是一個著緊grade的人呢 其實我一定不會選 因為我都幾肯定我一選完這些科之後呢 我一定會被一些理科人和電影人屈死的 but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learn 所以我就選了啦 那你可能會說 喂 Eric 你這麼想學東西啦 那為什麼你不捨課啊 捨課不是又學到東西啊 又不用你的grade啦 Well 其實我是完全同意你這個statement 只不過要選一個正確的課去捨課呢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你要就正確時間啦 沒有遇上你本身的課 那你又查到那個上課的地點啦 這些都不要緊要 其實是時間 給點心機就做到 重點那件事呢 如果我想seed那一堂 那我seed而已 我不是register了進去 那所以我在moodle呢 自己的moodle裡面呢 是不會有我想seed的那一堂 那一科的任何資料 換言之呢 我是沒有任何那一科的lectronauts啊 articles啊 所有supplementary的東西 我全部都沒有的 那整件事是很不student friendly 因為我想學東西 但是我沒有任何 相關的資料去給我學東西 我純粹是坐在lectronauts裡聽 那這件事是很不效率啦 那我也都很遺憾啦 就是這四年來都沒有試過課 就是因為這些種種的困難啦 那by the way 接下來呢 我就會收到總成績之外 就會開箱 跟大家看一下我這四年的GP是多少 ok which is 我自己都不知道啦 所以其實 我也很期待啦 就是大家可以stay tune 好啦 那講完心態啦 講一下社交啦 那首先我沒有住科啦 第二我遺憾 同學方面呢 就因為肺炎啦 那year two 尾 year three 才認識多些同學 那叫做 遲到好啊 沒有到啦 那課餘的時間 有些什麼搞呢 那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那其實我year one呢 就一直都開始回一些freelance的啦 就是做一些成長的天空的社工啊 大活動啊之類 那year two呢 就回夜展社工啦 那之前拍了一條片 有興趣可以提回 關於夜展社工的一條片 那因為我自己是high deep社工畢業 那所以我是有社工牌 為可以做社工的工作 那不過人工呢 做少一點的 就是小degree 可能大概四成左右啦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就是搞youtube啦 那我基本上是用了所有 讀書以外 上班以外的時間 去搞youtube 那其實當初理念很簡單的 就是想分享我的升學經歷 和資訊給有需要的觀眾啦 那因為我讀的時候是沒有人介紹我嘛 那什麼都要自己探索 什麼都要自己找的嘛 太辛苦了 那所以我就想做這個 給資料的角色給大家 省回大家少少這些時間 或者是叫做 減輕大家的迷惘 那我也很感謝自己的火 可以保持到現在都還在做 其實我自己呢 很少可以自發性堅持 做一件事做到這麼久的 OK 那當然啦 都要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啦 OK 那回回主題啦 那因為year 1 year 2的東西呢 我都讀過了 那還有year 1我上了一兩堂的lecture呢 都基本上已經可以肯定了 就是整體來說 con you year 1 2的內容呢 HKCC的社工是教得好過con you的老師 OK 那所以我頭兩年呢 整個重心都是放在一些未讀的科 做事啊 還有youtube啦 那功課會用心做的 但是就不會像high deep那樣雕花啦 那in other words 其實你可以說我是半荒廢學業的OK 我不是全心地去讀書 但是呢 這個其實是選con you的一個好處啦 因為如果我選CU的話呢 我第一年我就要出placement 那如果poly U呢 就第二年要出 但是con you呢 就第三年才要出 所以如果選了CU或者poly U呢 我只有一兩年的時間 就要好像 好像剛剛過去大半年那樣出placement啦 那就會停了所有上班或者youtube的進度 那當時因為剛剛起路嘛 沒有什麼觀眾支持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呢 會不會堅持到下去 如果選CU或者poly的話 對了 那上到U上了案啦 那我生活這四年大致上就是這樣咯 那之後不排除會拍一條final summer in HKU的 去總結一下我這四年的大學經歷 那這個從零到港大系列呢 來到這裏啦 由我幼稚園一直趕到我入con you啦 中間的所有困難啦 波折啦 機遇啦 心路歷程啦 要講的都講完了 那希望給大家啟示啦 或者鼓勵到一些跟我有相似經歷的觀眾啦 黑夜過後 定時神器 時間一定會證明你的付出 那繼聊啊鬧之後呢 又一個系列正式完結啦 再次多謝你聽到這裡啦 喜歡就給我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大家 就這樣吧 BYE